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金旧长老,在美国加州,在瑞兰加利福尼亚传播福音,今天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谢主,感谢主我还有这么一天, 有这么一天能够为主服务,也可以为大家服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品尝这个神圣的话,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先请大家来跟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在我们要开始之前,祝耶稣基督,我实在是很不配, 可是呢,我心里非常的愿意,愿意来跟你服务,也愿意来跟大家服务, 因为,这个这种服务是使我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一直要感谢主,每一次我有这个机会的话,我非常的快乐, 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品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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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你们服务。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节目,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天国毕竟, 当你学之神圣的话, 学之神圣的话, 神圣的话,怎么样叫神圣呢? 神圣有几点就当作神圣, 一点就是说, 这些话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这些教导是从创造主赐给的灵感, 感动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服务他的写下来。 那这个算是神圣, 就是说, 因为这些教导是从上帝创造主传下来。 还有就是说, 这些教导, 这些话是有真理。 真理是非常重要, 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真理是不会死的。 真理是, 不管是哪一代, 我们这个圣经写了两千多年。 还算是到目前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 还是人有用的。 就不像那个我们去买了衣服啊, 去买了什么鞋子啊什么, 都过了一个时期, 就没有了, 就不要了。 因为有新的来代替了。 可是我们这个教导呢, 圣经里面这个神话呢, 就不是那样。 不管是多久, 还是一样的。 他的原则还是一样的, 他的道理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算是真理。 那这个真理呢, 还有另一点就是说, 这个真理是不变的。 不变的就是说, 每一个时代, 还是一样的, 新的, 不会变旧了。 都可以。 都可以用。 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用。 所以叫做神圣的话。 我非常非常的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来品尝。 希望大家能够来接触这个, 你们这个心能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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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圣的话。 神圣的话, 你们了解了, 你们就觉得, 生活的意义, 生活的目的, 。 就和你们所知道的, 所了解的, 就不一样了。 好, 现在请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西伯来书, 第13章第8节。 耶稣基督, 昨日,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不变。 那, 不变就是说, 他的教导是不变的。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不对? 因为有真理存在, 因为这些话是神的话, 因为这些话是永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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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每一个时代的。 所以, 这个是非常的有价值, 非常的需要。 好, 请再看下去。 请再看下去, 就是说, 诗篇89章第34到35节。 我必不背起我的月,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我绝不向大卫说访。 绝不说访的。 这个圣经的教导不是说访的, 是真的。 那如果是真的, 那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呢? 我们的态度应该认真, 对不对? 应该认真研究, 应该认真去了解。 好,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这个, 马拉吉, 马拉吉第三章第六节。 因我越和华, 是不改变的。 所以, 你们雅各之主没有灭亡。 不改变。 神说, 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神说要保护你, 那祂就会永远保护你。 就不会改变了。 你就不会灭亡了。 这就是说不改变。 这个神圣, 神圣的话是不改变的。 那不改变, 我们喜欢吗? 当然我们喜欢。 因为这个其他的都是随时都会改变, 其他的都是会跟着这个潮流而改变。 我记得说好几年前, 说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不好吃啊, 这个东西不能吃啊, 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是会损坏的。 可是过了几年, 说科学家已经研究了, 说好啊, 不是不好。 就比, 比用那个, 这个椰子啊。 椰子过去, 都没感觉到有什么益用。 那现在呢, 就很提倡, 提倡这个椰子水啊, 什么椰子水, 哪一个地方都是有椰子, 椰子。 所以这个, 除了神的话, 除了神圣的话, 是不改变的。 其他, 都不可靠, 都会跟着潮流改变的。 好,再看下去。 马, 马, 马可福音, 十三章, 三十一节,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天地, 天地是什么? 天地就, 整个这个世界, 除了神的话,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都会 废去。 动物也会死掉, 人类也会死掉。 树木, 花草, 会干枯, 也会死掉。 可是呢, 神的话, 一代一代一代, 一代传下去。 这本圣经, 有好几千年了, 还是一样, 还是一个教导, 最真正的教导。 所以, 我非常非常的希望, 大家能够来品尝, 大家能够来, 把这个圣经来读一下, 看看, 查查看。 好, 再看下去。 以赛亚五十五章, 第十到第十一节, 雨一学, 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知运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杀种的油种, 使药吃的油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脱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这个非常的, 要大家了解一下, 不管是雨还是雪, 雨下雨下雪了, 下到地上来, 怎么样? 地上这个树木花草, 都吸收到这个水, 都很快乐, 那他们就会长大。 这边看到就是说, 这个真理啊, 这个真理就是说, 不管人类也好, 不管什么东西, 上帝创造主, 创造给他们对外在的有利, 对别人有利, 不是对自己啊。 每一样东西都有其目的, 那个目的的原则就是, 要跟大家服务,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可是呢, 我们如果不按照这个圣经, 神圣的话, 根据这个神圣的话, 来生活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品尝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这边就是说, 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 要有生活, 要生命, 要有意义的话, 就是要服务。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 他说, 我到这边来, 是要服务, 不是要受服务。 所以这个是很典型, 很那个很好的一个模样。 是这样, 好,再看下去。 以赛亚第四词, 第七节到第八节, 《草必枯干, 花必愁惭。》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成然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愁惭。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只有神的话, 才能够立定草木也枯干了。 我们人类也死掉了, 动物也死掉了。 可是呢, 神的话, 就永远永远定下去。 好, 再看下去。 《列王记》上书第八章第五十六节,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造作一切所应许的, 赐平安给他的名, 以色列人, 凡及他不仁摩西应许赐福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这个神的话是不落空的, 所以才算是神圣, 不落空的。 好, 再看下去。 《真言》第四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 《我而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彻耳听我的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记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托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所以神啊, 他说这边要留心听哦, 要彻耳听哦。 这个神的话, 神的话怎么样? 神的话是得到生命哦, 得到永生啊。 我们平常的话, 我们就要死掉啊。 可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 还不但如此, 神的话, 还教导我们怎么样出生, 怎么样出生, 怎么样保养身体。 所以圣经里面都很齐全的, 给我们这个完全的利益, 不管是思想方面, 脑筋方面, 我们身体健康方面也是如此。 好,再看下去。 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诶, 要怎么害羞呢? 怎么羞耻呢? 这是福音啊, 这个是好的消息啊。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我读了这一条经文啊, 使我感觉到, 一定要把这个福音啊, 传出去。 像保罗这样说, 我就不觉得这个福音为耻啊, 为什么要害怕呢?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啊,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啊, 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们常常就出去传, 传到福音。 也许虚心了, 好像觉得都没有谁肯听。 可是呢, 我觉得不管怎样, 不管谁要听也好, 不听也好, 是我们的职务, 是我们的快乐, 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传了出去, 就算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职务就完成了。 我们就不管结果是怎样, 他们要听还是不要听。 那另外一回事, 主要是我们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欢喜, 要让他们知道。 就好比我去见到一家餐馆, 哎呀, 相当好吃这家餐馆啊! 那我一定回去, 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心地,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心里面, 就是这样。 就是一直都想要把这个, 这个神圣的福音传出去。 所以请大家, 你们听到了, 你们要明白, 要知道我们这个, 这个的目的是怎样。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们应该, 应该给自己有这个机会, 来读一读, 查一查圣经, 是不是真的有真理。 好, 请再看下去。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 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 又遵守其中, 所记载的, 都是有负的, 因为日期, 近了。 日期就说, 主耶稣,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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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来, 就快到了。 主耶稣, 要再回来的目的, 所以, 是要把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 都, 都, 都重新, 重新, 要把这个世界, 要, 重新建造, 成这个国土, 天上的国土。 只有这个, 听见了, 又遵守其中, 所记载的, 都是有负的。 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 非常的, 希望, 要, 请大家, 来, 来听, 请大家, 来, 因为这个是神圣的话。 好, 再看下去。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九节,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一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神的话, 就好比像灯光一样。 我们这个心里啊, 是黑暗。 我们这个脑子里面的思想, 也是非暗。 我们一来读, 一来读这个神的话, 一来接触这个圣经的教导, 就好比我们得到了光啊。 黑暗的心得到了光, 得到了亮光, 得到了亮光怎么样? 你心地就会不同, 你心地就会非常的快乐, 你的思想也想的比较广阔, 不会那么宅小。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心地就会注意到外面的, 注意到别人的一心都想去跟别人服务, 这叫做得到了亮光。 因为生命真正的意义, 生命真正的有意思, 只有跟别人服务。 如果你只顾到你自己的话, 那不会得到亮光。 只顾到自己的人, 不管什么利益给自己。 那你这样的话, 你死去了, 会有什么意思呢? 全部你所得的, 也都死掉了。 可是呢, 上帝创造主他知道, 知道说, 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说, 要为大家服务。 我要为大家服务, 把我们所有的天才, 所有的天资传送给大家。 这样的话, 大家, 别人得到了我们这个特别的, 不同天才的利益, 就可以把这个特别的天才, 用到社会, 社会也可以进步。 这样才算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好处, 的意义。 。 好, 再看下去。 。 那, 西伯来, 第四章, 第四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些两道的箭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垂, 都能赤入, 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都能辨明。 就是说, 这个神的道, 神的话, 就很深, 很彻底, 到骨头那边, 就好像好比那个, 那个剑刀啊, 就赤到骨头那里面。 就是说, 非常的彻底, 神的话是, 是有智慧的。 是这样, 可以辨别, 那个, 辨别, 辨别, 好, 善恶, 辨别, 各种的那个情况。 好, 再看下去。 这个诗篇, 第119章, 130节, 你的言语, 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死与人通达。 这很明显了, 就是说, 神的话, 就带给我们带来这个亮光啊, 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聪明的人了。 好, 再看下去。 那, 神明记第11章第18到第22节说,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内心, 存在心里面,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为记, 戴在耳上为经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来, 都要谈论,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上面, 并成门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不能忘记了, 要一直都提醒。 那怎么提醒呢? 把这个神的神圣的话, 就好比说, 挂在这个手上, 把它细在手上, 就我们所做事啊, 常常就看到, 在这个, 放在这个脑袋这边, 就不会忘记, 常常就会想到。 还有, 挂在门的上面。 所以, 我们出门进门, 出门进门, 我们常常就会看到。 就是说, 这个神的话, 我们是不可缺少的。 每一秒钟, 每一刻, 都是要记得, 都要提醒, 给我们提醒。 非常的重要。 好, 再看下去。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 向你们列主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得以争夺, 如天伏地的日子那样多。 你们若留意, 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诀明。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尊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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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靠他的, 好, 再看下去。 尊靠他, 尊靠他, 再看下去。 尊靠他, 看啊, 我今日将主启咐, 以赵主的话都成名, 在你们, 在你们面前。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救必蒙福。 所以我们要听从, 能够得到祝福。 这个是要自己来品尝到, 自己来经过的这个经验, 才能够体会到。 好, 再看下去。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就必受祸。 所以这个, 你们如果遵行的话, 你们能够得到祝福。 可是你们不遵行的话, 你们就得到灾祸。 因为这个神的教导, 就好比神的这个律法一样。 你遵行了, 就没有什么事发生。 你不遵行了, 你就会被这个律法来处罚你。 是这样。 因为每一样东西, 神创造主是有律法的。 是这样。 我们都不能换法, 换法了, 就会带来给我们灾祸。 好, 再看下去。 提摩太后书第三, 第四五, 第三章第四五到第四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遵教训读者,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亦被行各样的善事。 但是, 这个圣经, 这个提到这个圣经, 圣经的好处就是, 使人归正啊, 教训读者啊, 教导人啊, 学义都是有义的。 还有就是说, 能够做到一个完全的一个人啊, 做到这个完美, 完全的一个人。 好, 再看下去。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你们蒙了重生啊, 就是重生啊, 我们读了神圣的话, 我们学了, 我们采取了, 去用了, 就等于重生, 就好比一个种子, 一粒种子啊, 一粒种子你在这个土地埋了, 就会, 怎么样, 就会腐坏了。 可是, 我们这个种子呢, 心里面的种子, 就用这个, 以这个神圣的话, 当做这个种子的话, 就很活泼, 长存的道, 长存的道就是, 永远, 永远不会腐坏。 是这样。 今天, 我们这个,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神圣的话, 是多么的重要。 请大家, 要留心, 要来听, 要来学习。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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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说的, 很重要, 就说, 啊, 要, 这个神话, 要在我们生活上, 要随时, 给我们提醒。 这样的话, 我们就随时, 就常常得到亮光。 得到亮光了, 我们的心地, 也开明。 我们的思想方面, 也想得通, 看得, 看得广阔。 我们也知道了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就是为别人服务。 为别人服务, 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到此为止。 希望,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